当欧债在此发发危机之后 可以说旧欧洲的没落正式登上了历史的一台 关于旧欧洲的没落这个字眼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就不断地在西方的社会学家 哲学家里头朗朗上口 但是旧欧洲并没有真正权源的没落 他们指的是自己跟过去最繁华鼎盛时期的比较 然后旧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第一次走下一个阶梯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再走下来 真正的全然的走下来 恐怕就是在我们眼前所进行的这一场欧战危机 它彻底地把欧洲打败也改变了 以下我们的故事是我们在法国所进行的第一手的采访 在这个故事里头 你会感觉到一个完全幻常级的状况 还记得19世纪的法国人吗 他们如何完全是如辱无人之境的长驱进入中国 直接的侵入中国非常多的城市 到处上海我们都看到了法国特区 那个时候整体而言 中国代表的是一个没落的国家 是一个曾经强盛 可是目前破败的一个国家 法国人代表的是一个刚刚崛起的强国 现在情况刚好相反过来 我们在法国采访总统大选的同时 也在法国当地最著名的红酒酒庄地带 就是波尔多 那个地方最早的酒庄可以回溯到15世纪 而在当地我们采访的时候赫然发现 当地全法国最顶尖的酒庄 几乎有20个酒庄左右 因为整个它的地主 原来的酒庄的主人 它的资金已经越来越高庆了 最终他们换手卖给谁 卖给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主人 一颗沙里也许可以看见一个世界 但对法国人来说 红酒则是涉及生与死 信与美学 社会和政治的百科全书 一位科学家曾这么说过 但这些柔杂子芬芳 饱满 复杂而多层次果香的佳酿 这几年多了许多来自中国的新主人 与以往国内葡萄酒企业贴牌式合作不同的是 中良集团对法国酒庄的收购 是全方位的生产型收购 我们从巴黎的蒙帕纳斯 前往红酒圣地波尔多探问究竟 天还没亮 车站里的Paul才刚拉起铁卷门 第一班往南发的TGV 这里位于法国西南 92万人是第四大城 18世纪是他黄金年代 如果称赞 将凡尔赛加上安特卫普就是波尔多 但距离我们即将造访的勒朗酒庄 还运得很 王芬是酒庄唯一的东方面孔 双硕士 主修生物工程 一地居留七年也成了法国人 波尔多地区的两条河在该市交汇成为基隆德河之后 注入大西洋 河左边是波尔多左岸 另一边是右岸 梅多克是河左岸及波尔多市北方这个区块 勒朗酒庄就在最北处的顶点 左岸是红酒圣堂中的圣殿 包括拉菲 拉图等五大酒庄在内的61家顶级酒窖 多半坐落于此 迎面而来各酒保的招牌越发频繁 开阔的地平线 一无阻碍的白云注视下 不管老干新知 葡萄田这会儿都光涂涂的 转过弯 一棵老果树飙冰似的 到了 坦白说难免有些失望 因为Château却也不见城堡 散落了几间白墙平房 这里就是酒庄了 这处酒庄的历史 据说最早可以追溯到1460年 当时隶属卢瓦哈克贵族 1633年又为另一个贵族所有 2011年3月 大陆的珠宝大亨沈东军 以据说高于重量9月1亿人民币 收购雷沃宝酒庄的金额 买下了勒朗酒庄 沈东军的珠宝多年来赞助柏林影展 他也因此与欧洲和大陆的影视圈 维持良好关系 社交名流们直接间接 为他的红酒代言行销 118个全新项目桶 都是新主人的投资之一 里面储存着2011年的红酒 庄里的人最近忙着参加品酒会 这里虽然不是顶级酒庄 能进入中级酒庄这个档次 也算相当不错了 隔壁的空间里 从地上紧密相依跌落到屋顶的酒瓶 全停放着2009年份的酒 等着海韵大陆销售 遥远的东方 另一个文明国度正在封红酒 业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对于全世界外资葡萄酒生产商和经销商来说 不是在中国 就是在去中国的路上 大概现在要4500块钱 那06年买的时候呢 只有800块钱一瓶 短短五年 法国顶级红酒 大陆从2011年开始超越德国 成为全球最大波尔多葡萄酒进口国 几兆了油资在市场万串 红酒也成为投资标的 香港红酒拍卖厂商举牌不停的大户 或者干脆买下酒庄 估计已有20多座法国庄主 一手大陆富豪 情况类似日本人和俄国人 当年首笔 博多酒庄代代相传 富有历史意义 更是文化象征 没人会轻易转手 更何况过及给 非我族类的亚洲人 实在 中小酒庄的生存太辛苦了 法国本地的红酒就成千上万 澳洲 意大利 西班牙 智利 美国也都是出口大国 没有相当实力 美酒根本出不了自家门 博多更曾速度产量过剩 把红酒清到河里或蒸馏成燃料 酒庄经理原本家传四代葡萄园 上世纪接连四年天灾纵创 也只能卖掉酒庄 从此替人作驾 加上法国万万税 各种名目繁杂沉重 上一代过世后 许多人搅不起遗产税 无奈卖掉庄园 这片22公顷的葡萄园 看起来无边无际 15万颗果树每年量成15万瓶酒 各种人工 机器设备 以及项目桶的投资都不小 庄园酒包主人的头衔听来梦幻 对不少人来说是心酸的浪漫 新的亚洲市场是一个抑制的 这里生产的酒今后根本不在法国流通 全部输往大陆销售 因为法国人酒越喝越少 钱也越来越薄 东风这是压倒西风 恰可以出手搭救 并临失落的法兰西文明